今次是會講述Stock 會有Good Recipe Transfer 怎樣去加Item 這裡就是提供產品 在這裡填一點Item Product Code Description 價錢 Safety Level 資料 再讀Barcode 在這個App Product的介面 填這個Product Barcode Description Cost Safety Level 以及價錢 按住處存 Safe了就會看到這裡有這個Item 為大家介紹怎樣去Good Recipe 例如有這個Item我們想In倉 現在看到它的倉數是0 我可以去Good Recipe這個介面 然後選擇裡面的倉庫 Scan Barcode 例如你今次有3天貨收到 你可以在這裡按 加好 那就會加到數量 或者你可以Scan Barcode 也會跳到3天貨 例如我今次收3天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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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按左右 先看看貨 剛才是這個貨 現在顯示 總共3天貨 是這個Soc HKD 可以提升 可以提升 今天會為大家介紹怎樣去收貨 和Pin Label 首先選擇位置 可以按照片 然後選擇位置 然後選擇位置 如果你有兩天貨 可以選擇兩下 然後選擇位置 然後選擇位置 在左下方便會有一張單 按下選擇位置 選擇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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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這個報表之外可以看看EMOIS 我又做了幾個單以下 單的詳細項目 然後按STOP SUMMER 按STOP DATA 如果負數的話就會出現粉紅色字 然後負1 你可以看到這兩個項目 即是代表你之前設定的SAPET LEVEL 或是Under 那你便要訂東西 在後面原來的TOTAL都會看到 例如你有不同的Location 那它就會出現不同的POWS 那怎樣去通知其他人去訂東西呢 你可以按這個E-MAIL 那DARPAD ADDRESS 和PASSWORD 按LINE 按就可以了 再下去可以看看那天的GoPro Film Report 可以看看不同客人的利潤 可以放一個時間去看看 那下到它每天會做一個MISO 那DaysCole 那它會問你是否要DaysCole 這日的生意按OK 那就可以了